畫面中可以看到 不少民眾一早就到市場來買菜 那沿途菜飯生意都相當的不錯 原來這裡是屏東萬丹廂 有宮廟舉辦見教慶頸活動 信徒們為了展現自己的誠意 很有默契 在半個月的時間內 全村是幾乎實施吃素的活動 那麼可以看到 超商也配合是不賣葷食的 就連早餐店內 也可以看到都是賣素的早餐內拼 現場訪問 好 那麼吃素活動呢 從10月24號開始 為期13天的時間 那麼今天也就是5號是最後的一天 不少賣肉攤販呢 開張做生意 主要是配合下午的土度拜拜用的 那麼有人認為呢 吃素的活動相當的不方便 也有人表示尊重 那麼儘管是村莊大士 傳統已久 不過消息一出呢 還是引發討論